越来越觉得,活着真的是挺累的,这个世界上,没有什么人是可以依靠的,除了自己,好像只有自己才能懂自己,自己不坚强,就没人会替自己坚强,已经渐渐习惯了面对所有的事是非非,独自承受这一切,我也想每天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的,将自己每天无忧无虑的,可是我却不知道真正的快乐从何而来? 不知道怎样的快乐,才是真正的幸福快乐,没有快乐的源泉,只是让自己一直默默的傻笑,我不会也不习惯把自己所有的心事,都说给另一个人听,自己有幸福就自己承担,真的不想看到有人会用很可怜很怜悯的眼光看自己,我珍惜每一个对我好的人,但是生活的艰辛,让我没有工夫交际,生活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, 我能做得住了接受现实,除了好好努力,没有什么其他别的选择,有时候真的是很想在很累很累的时候,泡下所有的一切,好好地休息一下, 即使内心的烦恼有很多,即使心里藏了太多的事,那也只是选择留在心里,不是不想发泄,不是不想说,而是说了也没有什么用处,真的是觉得很累很疲倦,才会觉得日子是真心艰难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